是的 最後有提及過中大校友 有一個叫1270人的聯署登報 最近中大校友搞了一個登報 登報是為什麽呢 我想未必有很多人去關注 其實中大廣大都有一些校正的新聞 最近有一些校正的新聞出來 尤其是中大 最近有一件事發生了 就是校董會的改革 現在最新有三個 因為大學校董裏面有些立法會議員 就做校董 每間大學有三個 他就說 現在張宇人 加上三個民主 就是這些 愛國賊議員 張宇人、劉國勳、鄧家彪 是的 他們去立法會裏面 提交草案 就要求 要減校友校董會 減到兩席 由三席減到兩席 但是保留野元校董會的三席 對於一些老校友來說 大家都覺得不平等條約 怎麼搞的 不是院校自主嗎 我們校友 我們當然有校友的發言權 我們坐校董會 這是承傳的很重要的意義 如果你要減我這些校友校董 那麻煩你 是不是這些議員校董都要減 不是 現在最大問題 就是這些校友校董 就說 大哥 你之前是沒有向我們校董會 你是沒有諮詢過我們中大校董會 沒有給我們審視和通過 然後你就以校董的身份 就向立法會提交草案 然後通過一個不平等議案 有一個叫做楊於銘 的中大校友 就發起了這樣的遊行 就反對現在這個校董改革 我暫時看到是登報 登報而已 沒有遊行的 登報而已 就反對張宇人提交這個草案 他發起人來說 除了楊于銘之外 還有林偉雄和香樹輝 香樹輝是之前和張宇人隻抽過 是聲稱會和張宇人隻抽 然後縮沙 然後縮了沙 一直在懷恨在心 因為張宇人就不敢和他抽 然後現在就玩制度暴力 不敢去比拼武力的時候 就玩制度暴力 他們今天就是三個校董 就在信報、明報和星島 就刊登全版廣告 列出1,270個聯署人的姓名 這些聯署效董 其實很多都是很厲害的 有頭有面的 就是較大的海水處理專家 胡紹生 中大善行書院的院長 莫仲堂 中大計算機科學 和工程學系的李浩文 還有很多人都認識的 就是周寶松 正正的周寶松 也有消委會的前總幹事 陳黃瑞 中央圖書館的管長 你現在是不是現任 叫做什麼 脫薪凡 為什麼這麼有趣的名字 是回族名 回族名 還有一個就是 鄭凱全的遺商曹志安 也是知名的校友 可能是代表鄭凱全去簽名 他也是崇基書院的校友 這麼多 這麼重要 這麼大顆的校友去聯署 其實都不是一些不知名 不是一些近年 剛剛畢業的 你看不順超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 全部我們認知的 都是奶共 都是親建制的人 都是建制派 就不是現在的港獨派 就不是以前的阿黃 最簡單的就是歐樂軒 不是歐樂軒 不是這些人 大家都有頭有面 其實是社會的言達 所以 這個就變成一個 他們這些校友有政治能量 雖然現在很多人都不敢出聲 不敢出聲的環境 你迫到他們出名 那你想怎樣呢 就是張宇仁今次這個叫范仲露 但是同時也都反映到一件事 你張宇仁這三個人 為何夠膽冒這個天黑 冒這個中大之大不諱 得罪所有不理黃藍 但是都有頭有面的校友 這樣出去抗議 會不會又是另一個明放運動 趁這個機會再進一步整治 遠效的治理 這一點才惹人關注 是啊 現在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梁振英在出帖 他就說 中大校董的組成問題上面 就不是說那些立法會議員 用私人草案的方式去修改這個問題 就算政府自己出面修改 撤換了中大的校董會主席 都不能夠違反 這個基本法保障院校自主的原則 他就說楊于銘這些人 這些發起聯署的人來說 就是曲解基本法 斷章取義 因為他現在說基本法 是權利的問題 就是講院校自主 學術自由 這些事情 現在他就 梁振英就罵你院校自主 學術自由 院校自主 學術自由 就自從這個反修例事件之後 繼續被濫用 哇 幾乎就等於說 鄭凱全老婆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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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黃絲黑暴 就是說被濫用 然後就跟你一夥 他就說 哇 這就是正正院校自主 學術自由 就在那時候 這個黑暴事件之後被濫用 說明了 進一步說明了 改組中大校董會 停用段崇志的需要 他覺得也是段崇志 後面在那裏搞屎棍 那如果你找回 六八九個帖子 他十個小時之前 都有說的 我一年之前 已經對於兩件事鼓掌 第一件事就是 2022年七一授分名單 沒有中大校長段崇志分 第二件事就是 立法會議員 尹釀拋出修改中文大學條例的倡議 有議員要求 將段崇志撕柴 要不就解僱他 要不就替他冬菇 他都覺得 應該要樂見其成 可想而知 其實CY兩 即是六八九 他也是陣著 你將與人嘗試做這些修訂 就看一下 既然我已經整治完廣大了 中大這間 被人叫什麼 叫暴大 暴徒大學 當年兩大保衛戰 第一個就是中大 更加需要將這個連根拔起 因為在他的角度來講 即使今時今日 參與校務管治的 全部都是親建制的人都好 在他的角度來講 都是信不過的 所以一定要進行下一步的清洗 嗯 他現在就是想辣去誰 辣去段崇志那裏 然後他今天又貼出一封信 那封信呢 就是 段崇志在中大保衛戰裏 那個表現 我想在共產黨的角度來講 是原罪來的 是原罪來的 現在梁振英就在針對段崇志 在開戰 那他就說 原來有一封信 就是由梁振偉 也是校友來的 校友梁振偉 就是去支持 這個張宇人的方案 那 其實梁振偉是什麼人呢 就是新亞書院的校董會主席來的 他寫一封信給梁美芬 就說了 這個校董會裏面 就是主席 查日超 副主席陳德林的工作 是苦戰中的 認為呢 中大校長段崇志 副校長吳樹培 校董鄉樹輝 就是另一夥 就是現在 在中大裏面有權鬥 現在是 現在就是 拉一派 打一派 要重新建立一個 有香港特色的 院校自治 是 就是此是而非的 院校自治 現在是 港大成功了 進一步輪到中大 那間學生會都沒有了 是不是 所以 梁振超 就這封信 被梁振英貼了出來之後 就令到 楊于明 這個聯署的發起人 就非常生氣 立法會議員 幫自己人可以理解 但是 唐唐新亞孫 校董會主席 居然不支持校友 就質問了 現在梁振偉是否支持校友 校董降致兩席 然後議員校董保留三席的 不平等條約呢 現在梁振偉 其實是 廣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兼主席 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這些人 又是 叫做有遠 有春袋 被人拿著 現在你說 用什麼院校自主 我現在不是收買你的院校 這個校友 是吧 知名校友 然後就出賣校友 轉頭 這個就是 校友出賣校友 你就不可以說 你沒有院校自治 彭定康就是在說 他不解 他預計了共產黨 是會一腳踩過來 消滅香港的自治 但是令他最傷心的一件事 他猜 他是猜 他那時候是猜 他預言 就會有香港人出賣香港人 就是這些 中大校友 出賣中大校友 出賣中大校友 剩下 還有時間 你說基本法 現在你看到 這班中大校友 引基本法 反對 校董會 那裏修例 現在基本法 剩下多少 但是我們心裡有數